范例4 某生做直线等加速实验 从近直起拉动纸条通过电磷型计时器 在5秒内纸带上有51个横点 经力学滑车拉动纸带 分析纸带上横点如下图所示 则 1.相邻两横点之间的实距是多少 这个打点打着每个点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电磷型计时器 它是叮叮叮叮叮叮 两个钉之间有一个时间间隔 那个时间间隔是一直是固定的间隔 那现在是5秒打了51个点 那代表的就是有50个时间间隔 因为如果有三个点 那时间间隔就是2 那所以如果有51个点 时间间隔就是 就是50 好所以呢 一个时间间隔呢 其实就是几秒呢 5分之5 也就是0.1秒 所以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相邻两个点 打下去 打第一个点到打第二个点 所经过的时间是0.1秒 再来第二题要求的是加速度 这里会用到的概念就是我们前面立体的 在等加速度运动情况下 平均速度就会等于时间终点的瞬间速度 平均加速度呢 其实是速度的变化对时间平均 那在等加速的情况下呢 它其实就等于瞬间加速度 那我们要算加速度的话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末速 有一个初速 在相减之后对时间平均 之前讲过的举例 就是说你在斑马线上呢 去突然看一台车子 正在跑的车子 你能不能马上看出它是正在加速还是减速 是没有办法用一瞬间看出来 我们必须要看两眼 看第一眼它快不快 再第二眼快不快这样子 也没有变更快或变更慢 所以会需要一个初速度和末速度 那我们要怎么求初速度和末速度呢 这两个都是顺时速度哦 这两个都是顺时速度 可是顺时速度是时间要取很短 那我们现在又没有办法取很短 题目告诉我们两个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那我们只能去找出平均速度而已 但是透过平均速度 就等于时间终点的瞬间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顺时速度 我们是这样做的 首先呢 我们可以取5到9 第5个点到第9个点的位移 然后呢去算它的时间 然后去得到平均速度 首先第5个点到第9个点 位移应该是7.5加10.5 那就是18公分 那经过的时间 那经过的时间是4个点 4个间隔 4个间隔 每个间隔在刚刚的第一小题 每个间隔是0.1秒 所以 第5个点到第9个点 它的平均速度就会是 18除以0.4 结果是45 好那这样就得到一个平均速度 但是啊我们要的是顺时速度 那我们的第5个点到第9个点的平均速度呢 其实就会等于在第7个点的瞬间速度 这就用到我们上一题所说的 整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是时间终点的瞬间速度 这是在等加速度运动的情况下 好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顺时速度了 接下来只要再得到另外一个顺时速度 我们就可以去算平均加速度了 那我们这一次取的是7到11 7到11的位移是多少呢 7到11的位移是10.5加13.5 那就是24 而他经过的时间呢 也是4个时间间隔 也是0.4秒 所以他的平均速度 第7个点到第11个点的平均速度 会是24公分 再除上0.4秒 这算出来的结果是60 好我们得到了第二个平均速度 那他同时也会是时间终点的瞬间速度 所以是在7到11点 第7点到第11点的时间终点 就是第9个点 好那最后我们就来把它带入算加速度 第7个点到第9个点的平均加速度 那就是默均加速度 那就是末速减掉初速 再除上时间 那这里的时间应该是几秒 好我们这里先稍微画一下 第7个点的瞬间速度我们已经得到了 就是V7 第9个点的瞬间速度我们也得到了 就是V9 那中间的时间间隔是两个时间间隔 所以是0.2秒 所以是60减45 再对时间0.2秒平均 结果就是75 好这就是第二小题的答案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